2023南投国际女子累球邀请赛 17日举办颁奖晚会的画灯 由中华民国累球协会理事长罗于新 副一长潘一圈 先议员石清隆教育处长王淑玲来进行颁奖 我们这一个南投国际女累邀请赛 已经从1996年举办到现在了 到现在有20几年了 然后今年比较特别是有来了新加坡的国家代表队 还有香港的亚运代表队 在这里要非常感谢县府 还有县议会的大力支持 才能让我们的累球赛事办得如此成功 副一长潘一圈感谢县府的大力支持 让办理20多年的国际邀请赛 在疫情之后能够继续来办理 同时看到来自不同国家的选手同场交际 也再次感谢县府以及中华民国累球协会 罗理事长的协助 县府教育处长王淑琳表示 县府教育处长王淑琳表示 县长许舒华非常重视 也希望透过国际邀请赛来累积选手的比赛经验 往后参加比赛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南投县的许舒华县长 非常的支持我们的体育国际赛事 同时编列相关的经费 来给我们所有的选手培训 跟支持赛事的一个活动经费 希望我们的选手能够以球会友 以球来切磋球技 让他们在整个一个体育各项的竞赛当中 都能够获得更好的成绩 先渊石青龙表示 累球运动在篮投线成绩非常耀眼 尤其福星球场完成之后 相信也能够透过各种交流赛事 带动全台女子累球运动的风气 为台湾国际赛事争取更多荣誉 普里福星球场成立以后 我相信应该可以让我们全台湾 带动全台湾各个县市 这个女子累球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也可以为我们台湾在国际的女子累赛 来争取我们国家的光荣 副议长排泄除了恭喜这次 南投国际女子累球邀请赛 获得冠军的进南大学队之外 也希望透过每年的国际邀请赛 能够交流经验 让南投县女子累球发展 可以更进一步 进而为台湾争取更多的荣誉 记者称惟一 普里正采访报道